第二輪的西甲聯賽 有華麗杜烈星巴馬 對著巴翠龍南 華麗杜烈能夠在首輪賽事作客 對著基朗拿拿到一分 第二輪對著巴翠龍南 開球組團他們的攻勢不錯 先有遠程炮的來自 魯斌艾卡拉斯 這隊星巴馬是 其中一隊西甲 今年用少的金錢買人 但暫時打了兩周絕對不失禮 這個頭錘頂上來 之前有一個推人的動作 安尼斯烏娜推出碧姬 球證已經吹停了 碧姬這場球大約三百次在西甲上陣 看見就是安尼斯烏娜 這位藏牛雲 李愛哲回來的前鋒很鎮聖之餘 古天柳上輪的比賽後面拔入球 這場打正選他也想再入 這球可能草地質素不太理想 兩球打一彈之後也未能入球 之後美斯的罰球也差一點 上輪的賽線也是靠他的罰球 幫助巴塞進入西甲史上的6000球 華奈特的門著就是馬涉比 賭歌商的球員 來到下半場了 射球又是她 中風的安尼斯烏娜 不錯的 下半場了 華奈特的道理想不到 都可以保持那個頻率 有很多萬人的機會 這場賽事華奈特的打個4-4-2陣式 收起了基斯道化,拉莫斯和基高 出了安尼斯烏娜和柏蘭路 效果不錯 但入球始終出現在巴翠龍娜這邊 看到蘇雷斯想著那個場傳 會否太遠、太高 不過夠勤力的就是沙治羅拔圖 走到他底線附近 咬腰頂出來 找到奧斯文丹比利 沒有人標籤他 卡里路和魯斌艾卡拉斯 都是體留了他 首先那球還未出界 丹比利貴速是FIT 令華奈特對他很有信心 連續兩場球都會打正選 但經過一些調動 確保基高進來 果然不同 確保全中球 這個頭裁已經是一個警號 頂球就是基高 但差一點角度 其實距離很近 世間已經出了一點 如果歪一點 這球真的很大機會進去 基高後面又剃 的確表現也是很搶鏡 之後見到維達爾上了一場 蘇雷斯亦在左路 這球給蘇雷斯 但球正說越位在先 入球是無效的 慢鏡看方 確實突出了大半個新位 所以絕對是越位 入球是無效的 今年西格方面有VAR 所以這些入球 當然看回VAR就不算了 這球也是一個炸屋 因為當時到了保時階段 以為基高搞定了吧 全中球也很漂亮 但看回EAL 原來真的突出了半個新位 很可惜 真的越來越入夢 到下半場 華拉道烈真的有機會 可以爭取入球 不過最終這球入球是無效的 所以巴翠龍 也是一球小勝華拉道烈 連續兩場比賽都可以贏 但是不一定是機率 加熱不足 今宿天城 華拉道烈 你 可惡 今天